给我寄牢了啊 所有的比百亿补贴价格 还便宜好几百块钱的这种 苹果电脑的教育优惠机 统统都是坏羊头麦果肉 统统都是二手机 三星机重新厚风的 来上干货 有个粉丝找我 哪个方便帮他看一看电脑吗 我说让他发图 后面他也说了 我问他是不是教育机 我看了图片之后 就问他是不是教育机 他说是的 有个地方还有一个划痕 来我们看看他发的图片 第一张 是我推荐的一个 用来检测电脑 一个非常管用的 一个注射软件 非常管用 叫Coconut Battery 它可以检测电脑的 电池的健康度 还可以检测电脑的 储藏机 跟电池的储藏机 我们看这个图 第一个储藏机 2021年1月11号 就指的是 在电脑的储藏机 第二个呢 2021年9月27号 这个是电池的储藏机 但你有没有发现 电池储藏机 要比电脑的储藏机要晚 那得出两个结论 一个呢 电池要么是后期换过 第二个结论 就是电池是被刷过 他们刷的时候 为了图方便 给一批机器刷的时候 它统一的刷一个 同样的电池序藏号进去 电池序藏号 它上面有 电池储藏机的一些信息的 你看电池的序藏号 是D86139 我们第四位 1指的是21年 39指的是39周 那就是9月27号左右的时间 所以他们都刷了 同一个电池序藏号进去 导致这个电池的储藏机 就跟电脑的储藏机 就逻辑上存在问题了 好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它发的是一个包装盒的图片 包装的图片一看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包装盒是厚打 把贴纸重新贴上去 我把它的盒子图片 稍微标记了一下 你看看 它这个有几个破产 第一个 配置这一块 什么8核的CPU 跟7核的GPU 还有8G内存 256G硬盘 这一行子里面有破产 你看8核的CPU 8C 空格CPU 7CGPU呢 7核的GPU 它当中的空格跑哪里去 还有我们去看这个Model Model Number A2337 Model里面这个E字 跟原装盒子 这个E字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看它这个E字给你感觉就是 E的上半部分 有点挤在一块 就像人的眼睛 鼻子都挤一块去 你就看不清楚 那原装的盒子 虽然说也比较挤 但是能很明确地 看得清楚E字的上半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粉丝 让我看看是不是够分 我们看它包装盒 我们注意看 一样的 这个Model Number 这个A2337ME的L 你看这个Model Number 这个E都挤一块去了 包括这个下面这个配置 配置成了256G 这个256G这个Gb 是在哪里结尾的 你看是不是在这个 上面这个MacBook Air 13英寸这个树杠下面 提前了三四个字符 都已经结束了 那真正原装的那个 你看这个256G Gb结尾应该结在什么地方 就是跟这个树杠 基本上是一致的 是不是上下一致的 那这个呢 一看也是后风的 那当时问它 是不是叫一只广东发货 对 它立马就去退了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它买的教育机 我立马就问它 是不是广东发货 果然 它说是广州发货的 我们看它的图片 包装盒 一看就是原版的一个盒子 不是说后打码的盒子 保修信息的确已经过保了 电池循环 我们看一下 电池循环是一次循环 电池的健康度100% 那这种机器呢 都是被他们给 重新刷新过电池次数了 盒子呢 用的是原装的盒子 那这种情况就是说 他们收到了一台 非常新的那种二手机 包括包装盒也比较新 电池循环一刷 然后套个 那个塑料膜 然后热风墙封一下 就后封一下 就经过这么一系列 简单的烧操作 就一台全新未拆封的 教育机就那么诞生了 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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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